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驗一套1962年的一個很老的一個範圍 在這個Junsboro,南邊的,他很在南邊的地方 我是Bruce,這是Jerry 我們今天要檢查一套比較老的一個翻修房 這個房子還蠻值得大家來做探討的 首先呢,看房子最重要的第一點,我覺得大家要先注意的就是 房子有沒有漏水 怎麼樣看它有沒有漏水,稍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房子的水錶 水錶啊,通常它沒有在動 這表示說它現在呢,裡面的房子是沒有在用水的狀況下 沒有在用水的狀況下呢,也表示它沒有在漏水 OK,然後我們現在要看一下這個房子 你可以看到,它的電是直接從外面電線桿這樣子牽進來的 所以說,安全很重要 你這個那個電,電線是不能夠被樹 或者是樹枝這些東西碰到的 所以在這個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個電線呢,已經是在這個樹裡面了 所以通常遇到這種情形呢,你必須要打電話到電力公司 就是讓電力公司的人來幫你解決 它會幫你免費的休止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它另外再加的一個卡布 卡布的話 卡布的話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它是一個Addition 黏色出來的 這個其實它做的部分不是非常的到位 你可以看到它有發生很多問題 如果你拉近一點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它的這麼涼 其實是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是 兩根兩根這樣變起來的 這邊的支撐其實都已經分開了 雖然說 雖然說這個房子 這邊另外延伸出來的車庫 沉重到沒有說很重 但是說它這樣做的話 其實是不合乎變的 所以你有時候在 做這個Flipping的時候 如果由Seating Inspector來檢查的話 很有可能 這個延伸出來的車庫會被 因為安全的要求要 拆掉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是很得不常識 那另外 我們還有可以看到 這裡很明顯的 電表旁邊有一個Opening 很大的一個Opening 這已經是 手基本上都可以伸進去這個了 當然 這種洞啊 小動物啊 什麼都很容易會跑進去 那肯定是要 要把它可以封住 在這個 這樣子的Opening 其實 特別是 一般來講房子的Opening 你看我們如果轉過來看這邊的話 像這種小細縫的Opening 都對房子會有很大的影響 看得到嗎 就是 邊邊沒有打焦 邊邊已經有這麼大部分英寸的 這個Opening 通常濕氣就很容易進去 會對你的房子裡面的入口的結構 造成一些那個 損傷 OK 另外我們看一下它 外建的一個主場室 裡面基本上來說 底下的邊板都已經爛切了 你可以進來看 裡面這邊都已經爛切了 好 那 主要爛掉的原因呢 是 水造成的 我們到房子的後面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我的心情不是很好 你只是在叫 呵呵呵 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邊邊喔 這邊邊有爛掉了 通常我們第一個直觀覺得爛掉 通常都是下雨造成的 可是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側邊的擋靈牆 這個Retaining Wall 這邊這一塊基本上已經脫落了 所以 下雨的時候 從後面越窄的水 從這邊這樣子 然後水都會讓煙滿到這邊來 會造成 這個邊板 爛得很嚴重 所以 要修這個問題的話 不單單只是把這個 邊板給換掉修好 另外呢 還要把邊邊的Retaining Wall 這個擋主牆也要把它修好 才能夠把這個問題徹底的解決 因為我們這樣看來齁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靠近一點看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 他這個房子的屋頂 邊邊的瓦片 其實已經超過一片兩片了 基本上他其實是貼了四層 在Georgia的話 這個是不合乎規定的 我們在Georgia的話 屋頂最多只能貼兩片 兩片以上承重都太重 對屋頂來說是不太好 而且你看他這個 第一個他邊邊他都沒有做Gutter 沒有Gutter的話 下雨水就會往下滴 往下滴的話 你看到 這邊流下來的水 很容易會造成你的地板的這邊開裂 所以他這個水啊 就會流到房子很多一點的旁邊 會造成底下的泥土鬆軟 所以變成你的那個 後面破的這個水泥地都會開裂 OK 所以 這個房子 雖然屋頂這樣看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實際上他已經是不合乎要求 可能必須要 把他拆掉到房子裡 OK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換衣服 準備我們帶大家去Crossway看一看 跳一下 不用跳啊 這樣跳一下這樣 跳一下然後就變裝不是嗎 對 嘿 幹我沒有帶口罩耶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 衣服都已經換好了 OK 然後呢 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都已經全副武裝準備進去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 帶口罩 所以 準備現在拿給Jerry一下我帶個口罩 現在就是 驗房最精彩的時刻 就是到 Crossbase 做一個 地體探險的動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流程 可以確認 嗯 就是房子的 Fondation 地基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以及一些下水管道等等的 那一般如果有Crossbase的房子的話 基本上 嗯 Furnace 有很大的機會會是 就是 建置在Crossbase裡面 這樣子就是 用 風管就是會從 就是地下裡面 從地 風管如果是 設計在地下的話 在建置成本會比較 相對之下會比較低 所以 基本上有 Crossbase的 Furnace都會放在 那個Crossbase裡面 OK 那我們 接下來就要進去 Crossbase了 我們現在要進去了 這個Crossbase 還算是 滿寬的 好像 好像 好像有的 不是很滿意喔 OK 然後 我們現在 你現在可以看得出來喔 它的Crossbase 其實整體還算OK 但是我們現在要先進來看看 呃 它的地上都是有鋪那個 Vaporbrace 塑膠布喔 主要是要 然後 放逃 另外你可以看得到 你看其實 照得到 到時候是蜘蛛網喔 因為其實平常不會有人 閒著無聊 沒事 到這個Crossbase 那我們到Crossbase 主要呢 我們要找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我們要先看一看 它的下水有沒有漏水 還有它的電排放有沒有問題 還有空調 是不是 有問題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 防止地基 地基有沒有 做成開裂 或是清潔的狀態 OK 然後我們現在 接往前面走 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是空調的這個 循環泵 它會把那個 空調的冷凝水喔 抽掉以後 然後排到外面去 然後這個黑色的這個管子 是我們的污水管 OK 然後另外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水閥 你如果把這個關掉了 整個房子就沒水了 OK 所以通常買外房子的時候 大家都要知道就是 嗯 你的主水閥在什麼地方 剛才我們剛才已經介紹 這個房子的水錶 是在 嗯 接到邊邊 房子的主水閥 是在這個 cross space的下面 OK 然後 我們先往前爬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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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 嗯 往前走啊 大家跟著 往前看 主要是要看 第一個是他的 地上有沒有漏水啊 因為我們剛才在檢查的時候 已經看這個 已經把每個房子的那個洗手台啊 等等這些地方 加了很 到開了很久的水 那開了很久的水以後 我們才能知道有沒有漏水 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蜘蛛網啊 但是 宴房就是這個東西 比較討厭 比較髒一點 我們在 往前 來啊 OK 我這邊 這邊有浪 OK 你多外牆的啊 沒有 手看的 要做 這裡應該是 底下的木板有爛對不對 對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底下的木板爛 這應該是前門門口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到外面去看 很有可能是外面的 門口的門縫 牆縫的地方 他沒有做那個 防水 所以造成那個底板爛掉 哇 你看這爛得很嚴重 OK 等一下拍一個照 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OK 這真的是 很黑喔 有沒有像拍鬼片一樣 所以這邊這一塊大家可以看到 他都沒有鋪那個防水布 OK 很多都是很偷懶的 沒有鋪防水布 他就是 防潮能力就很差 濕氣容易跑到房子裡面去 好所以這邊這一塊都是要鋪 Let's keep going OK OK 裡面這邊它還是有鋪 OK 裡面這邊它還是有鋪 OK 我現在主要過去看 下水 會不會有問題 但是呢 這個地方 我們要特別注意 因為呢 它這邊有釘子 所以我要 先清一下 才能往前走 哦 咦咻 咦咻 OK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上面 是 浴缸 但是呢 這裡要把它封起來 這邊都沒有封起來 浴缸要封起來 這樣子在Crossbay 比如說有時候 Crossbay有些小動物啊 蜘蛛蟑螂蟲什麼的 就不會跑上去 OK 再往前走 你看這地上 就有釘子 不注意的話 就會被釘到 所以 我們做 驗房的這個 還是稍微有點風險 要小心 景色 OK 好 這看起來 是之前 污水管的時候有點漏水 所以它打泡膜 但是其實這樣子做是不對的 好 這地上 可以看到這裡有滴水啊 所以它的管道是有在漏的 OK 可以看到 上面的木板 都比較爛 好 有 沒有 沒有 有 沒有 在這裡 上去又拍一下 這邊有漏水 所以在上面 要拍一下 這個上面 所以你需要去那邊拍個照 這一個的上面 這邊有釘子要小心不要弄到 沒電了 沒電就搞笑了 讓你來當我的演員 真的嗎?要這麼浪漫嗎? 你看上面的管子 都發霉 發霉這邊 這邊有發霉啊 然後主要是你要先 照一下隔壁的管子 隔壁的管子 真的沒電嗎? 昨天忘了充電 發霉在滴了 對啊 滴的地方照一下 好,我們出去吧 都是蜘蛛網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下清潔 清乾淨以後 再繼續 跟大家介紹 下面的行程 你頭上有蜘蛛喔 好像是喔 OK 我們剛才進來的時候 不是看到有漏水嗎 可以看到 這個熱水器現在 雖然它是 15年的熱水器 但是喔 你可以看到 漏水都很嚴重 這台是需要換掉 然後我們剛才在Cross Base 不是有看到滴水嗎? 這個水就是從 熱水器 滴下來的 這種翻新房喔 我們常常可以在 這裡做房檢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客人都很喜歡 看看這種翻新房 這種翻新房喔 一般來說 它翻的都是最直觀的 就是 刷新的油漆 弄新的地毯 看起來都是 很漂漂亮亮的 但是我們剛才這樣 我們剛才進去的那個 Cross Base 地庫的那個地方的話 裡面就有漏水 OK 所以很多地方 呃 大家在買房子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就是 很多東西 你不能夠只看表面 還有就是 要進去就是說 呃 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專業的人來做呢 就會幫你做一個 全面的檢查 全面的檢查呢 我們才能夠 讓你對這個房子 有更詳細的了解 OK 好 今天我們驗房 就到這一段路 如果 大家對這個 還 影片覺得有興趣的話呢 呃 我現在 應該 近期我會 開始放一些影片 在我驗房的影片 在這個 YouTube上面 讓大家一起看 謝謝